林志玲含泪曝光分手葬13年真相,难怪严程序不愿提 一提到林志玲,通常会想到什么? 应该就是她甜美的声音跟修长白皙的九头伸长腿 无论是她的气质,还是外表,都相当的清新脱俗 所以才会被网友称作台湾第一美女 就大家所知道的,她从模特出身 也在2007年与梁朝伟合作,赤壁,正式进军影视圈 她借着清纯尽力的外貌和精湛的演技 把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位子给拿下 但是,说到林志玲在娱乐圈实力 不仅仅只有演艺方面,连她的人品和才华也不在话下 不过,双商爆表林志玲,也会在爱情路上栽跟头 她和颜承旭的恋情,可谓是轰动一时 据《联合报》报道,之前多数命理师看好颜承旭 林志玲复合后,最快去年就能修成正果 沈荣却持不同看法 变成命理界艺术 如今两人不仅无疾而终,还渐行渐远 沈荣心疼林志玲,颜承旭狠假,玩弄林志玲 林志玲对她是真爱,但颜承旭是在耍她 我为林志玲打抱不平 至于她之前曾铁口直端扭承 则前世就有性暴力倾向 被网友酸暴,沈荣对此淡然处之 甚至再度断定扭承则难逃此劫,此事无解 没办法,她做的坏事就要承受报应 还记得林志玲不小心摔断了胸部六根肋骨的时候 严承旭就不顾公司的阻挠,私自去看望了林志玲 不过,她俩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话说回来,林志玲和颜承旭的这段恋情也是分分合和长达五年 直到2005年才分手 分手后,颜承旭把林志玲放在心底 林志玲同样也没忘记过颜承旭 可见,她俩真的爱得很深 可惜家人及世俗不能接受他们两个在一起 确实,当时林志玲和颜承旭的这段姐弟恋被曝光之后 就被许多人不看好,颜承旭的公司更是百般阻挠 后来林志玲也含泪说出了分手的真相 很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家人不同意 但她不过是在保护颜承旭罢了 难怪颜承旭始终不愿意体积 对此,就有不少人表示很心疼林志玲 如今她已经43岁了,却还是单身 不过,正如赵川所说的 有些人错过就错过了 没必要再追究,终究是没有意义的 确实,我们一生总会错过了自己认为的那个对的 有的人还在那里等你 而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赵川在《现在就告白3》的点评总是让人印象深刻 在第三期中,就有一位勇敢像15年男闺蜜表白的女生 最后男生也承认自己爱了很久 只是一直不敢说 所以说,爱情到了就应该珍惜 不要爱到分才显珍贵 很多人都不懂珍惜拥有 直到失去才看到 其实那最熟悉的才是最珍贵的 别像颜承旭和林志玲一样 明明互相深爱,却不敢说出口 林志玲曾说要嫁黄渤这样的温暖又踏实的好男人 而黄渤也曾祝福林志玲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 林志玲听完很感动 感情,别给不懂珍惜的人 若总被忽视,又何必做见了自己? 若不被珍惜,又何必苦苦去维系? 学会放弃 是洒脱离开的美丽,更是自信的魅力 时间 不要浪费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 感情 不要倾注在不懂珍惜的人身上 有些主动,别人不理就算了 有些在乎,他人不觉就罢了 何必用真心换来伤心? 最后只剩寒心 何苦用重视收回末世 最终只有无事 心里有你的人 不会让你等到心痛 心里没你的人 等再久也是没有用 没有人值得,你把身段一再放低 你是唯一,必须要有自信的魅力 你很珍贵,所以要活得很高贵 祝福志玲姐姐早日找到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也祝福全天下有情人,珍惜自己的幸福